振水那个时候就有把水 把它振住 让它别这个危害老百姓 那个时候迷信嘛 都有振水的办法 一个叫振水塔 风水塔 修一个塔把水振住 还有就是用石流 这个石流也可能就是 普通的根流的形状 还有就是犀牛的形状 张献忠宝藏储量 为何能被誉为亚洲第一呢 在发掘现场 竟然有20台抽水机 持续不断的发掘 这里究竟有怎样珍贵存在出土呢 这天一位村民带来了 一个震惊世界的消息 他在明江边上 意外捡到了一块超大的银令 明江四地 一直都有着张献忠宝藏的传说 可是 这却是第一次 实实在在发现宝贝的存在 张献忠明末年间农民军首领 他在崇祯年间 曾经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农民军队 他将四川攻克以后 在那里建立了大西王朝 张献忠在多年征战当中 搜刮了大量明知明膏 尤其是在四川时 他收集了诸多的宝藏 传闻 张献忠将这些宝贝统统埋葬在了明江 然而 许多人都将这当成一个故事 毕竟 多少年以来 大家也从来没有在这里发现过宝贝的存在 可是 今天这个村民找到银定的消息 实在像是一枚重炸弹 在这个村民将消息散播开以后 许多人都来到了这里寻找宝贝 传闻 还有人在这里找到了一枚大金定 明江发现宝藏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四川文物局的耳中 不管事情是真是假 他们都必须前往现场一探究竟 如果真的有大量宝贝存在的话 那么他们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损失 而且 由于明江这里一直都有张献忠宝贝的传言 他们也不得不相信 很快 他们来到了明江 在对周围走访了一圈以后 他们一致认定 张献忠宝贝可能真的出现了 他们将明江口作为发掘地 巧合的是 当地的石龙和石虎对着的地方 也是明江江口 难道 这里真的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 就在这个时候 四川文物局打听到了当地人一直口口流传的民谣 那意思就是 如果你能找到石龙石虎的对应 就能找到宝藏 可是 这不过是当地传说罢了 但是 当地发现古物的事情却是真实存在的 经过商议 专家团还是决定对明江进行发掘 可是 明江水流很急 想要在这里发掘 无疑是困难的 经过最终商议 专家决定采用维艳注地的方法 将这里的水节流抽干后进行发掘 但低岸面积实在是太过宽广 足足有2万平方米专家的排水进度 一时间陷入了僵局之中 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但好在专家有足够的耐心 很快水就被排除 那么 这江面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他在离开成都的时候 对成都的城市进行了一次非常彻底的破坏 那么不仅仅是焚烧了整个成都的建筑 甚至于连成都的城墙城门 全都被他那个派军部把它挖掉了 张献忠宝藏储量 被誉为亚洲第一呢 无数寻宝人为其痴迷 专家连夜进行抽水挖掘 在这里 大家究竟有怎样的发现呢 为了让发掘工作更快进行 他们采用20台大型抽水机不断进行抽取 日夜不停歇的工作 即使是这样 也用了足足4个月之久 才将2万平方米内的水全部抽干 这样的发掘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将其中划分出来的区域进行规划以后 进而实行物理探测 他们带来了高科技工具 开始对下方进行扫描 让他们兴奋的是 在这些划分好的区域下方 找到了许多的金属堆积物 这就说明 这底下一定是有着宝贝的 在对侧面的泥沙进行清理的时候 让大家震惊的事情出现了 一枚刻印着宽用通宝的铅笔 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之后 大量的银簪 银定也出现在了专家面前 而这 不过是冰山一角 在对岷江口发掘的过程当中 大量的金银首饰陆续出土 许多的文物都在被发掘出来 这里 就像是一个聚宝盆 随手铲下去 一件首饰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由于出土的文物实在是太多 考古工作人员只能是将宝贝堆积起来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张献忠抢来的宝贝当中 竟然还有金册 金册对于贵族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发掘中发现的蒋章式的大钱 随便一枚都是过百万的存在 最让人不敢相信的是 除了明朝时期的钱币和宝贝 大家还发现了五珠钱 这个宝贝 大家只从海昏猴的墓葬当中发掘出来过 河道的沟槽 里面大大小小的全是金子 让人目不暇接 自从第一枚银定出土以后 民警就开始对周围百姓 所发掘出的宝贝进行追缴 让人不敢相信的 光是民警在几天时间内 倾缴回来的宝贝 价值就高达五亿元 这次考古工作难度大 时间跨度长 这里的宝贝实在是太多了 因此 张献忠宝贝才被誉为是亚洲第一出量